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近年来在联合国 上河组织 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中保持密切协作 两军关系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对维护两国战略安全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俄方愿意进一步与中国加强沟通 不断推动俄中关系深入发展 除此之外 俄媒报道还显示 普京提到了此前很少见的一个点 他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的接触 正在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而在相关领域中排在首位的是 太空和现代武器方面等高技术领域合作 普京特别强调 其中包括卫星群以及各型飞行器 这些毫无疑问会确保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 他同时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将在未来定期举行各种联合演习 以不断提升两军的协作水平 稍一股特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军方已经成功演令了多项作战任务 而且这些行动都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 而是完全为了俄中彼此之间的利益 他提到 上一次与解放军高层见面 还是在一周前的北京香山论坛上 如今 两人又在俄罗斯举行会谈 这种动态的军事接触 表明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水平 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地步 解放军高层突然访问俄罗斯 这件事情在当今局势下可谓意义重大 而且正如邵一股所言 两人上周才在北京见过面 当时是邵一股访问中国 这次则轮到了解放军高层访问俄罗斯 双方在短时间内算是既当了主持人 也当了客人 足以见得关系之密切 同时 我们可以从中俄公布的消息中 看到一些比较常规的事项 是得到再次确认的 比如提升两国关系和两军关系 中俄两国不是冷战那样的同盟 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等等 不过有一些事情是之前罕见的 特别是普京提到 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与军事技术合作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太空或现代武器 中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 无疑涵盖了一个很广的范围 然而即便如此 普京依然定下了最重要的项目 足以见得太空领域在国防安全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俄方有这个想法 很有可能是吃过亏 俄罗斯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之初 的确对乌克兰的一些关键信息节点进行了打击 乌克兰也没有自己的卫星群 按理来说 乌克兰之后的战斗应该会相当的艰难 然而美国的星链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依托美国太空中庞大的星链 乌克兰武装部队可以通过使用简单的地面接收设备进行联络 尽可能把握战场态势 从结果来看 乌克兰也的确对俄罗斯进行了一些有效的反击 例如击沉机伤俄罗斯的军舰 打击俄罗斯黑海司令部等等 普京把该领域的合作放在俄中军事技术合作的首位 确实有自己的考量 另外中俄之间频繁的军事交流 或许意味着两国之后会有大动作 因为当前的国际局势的确需要引起中俄两国的高度关注 一方面是美国和北约又重新有了动作 两者刚刚宣布暂停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从名字中就能理解 该条约的目的是对俄罗斯和北约的军事能力进行限制 虽然长期以来在执行上存在问题 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对稳定欧洲局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北约和美国现在退出 不排除他们在为之后的事情做准备 此外呢巴以冲突这样的地区危机有进一步扩散和失控的可能 美军已经证实 也能胡塞武装击落了美军的一架大型的无人侦察机 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进一步空袭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如果中东这个火药桶进一步被点燃 势必会对全球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和俄罗斯也应该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早做准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也欢迎您长按点赞或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